HELLO 大家好 跟著SMART 輕鬆 學投資 投資 輕鬆賺 HELLO 我是郁青 在我旁邊的是楊宗憲 楊老師 各位同學 午安 現在是禮拜一的下午三點半 我們週一楊宗憲講股時間來囉 今天呢 老師 那個 剛好聽說你的股票很猛 對對對 有同學幫你統計一下 你的股票怎麼隨隨便便 就十五檔漲停 沒有隨隨便便好不好 認真找 我以為你是神手 對對對 所以隨便挑 隨便漲停 對 我們很認真找 很認真找 我們那些股票是從一百五十多檔 然後篩選到剩下五十檔 五十檔再剩下三十檔 然後三十檔再篩 最後才這樣子 哇 然後就十五檔漲停了耶 好猛 我好期待這個禮拜 還有什麼漲停股票來跟我們說 但在這個之前喔 老師你今天要先跟我們講的 是大盤嗎 還是那個幫你算的那個同學截圖 你要給我們看一下是不是 說同學用功耶 他用一次有幫我統計 他是用一次有統計的 他說有幾檔 他說有十五檔漲停 那不過加今天這一檔 今天哪一檔啊 今天什麼 喬什麼 國喬 國喬 對 漲停 十六檔 十六檔 哎唷 嚇死人喔 好 那我們出門的時候 我其實路上也沒有辦法看嘛 那我後來到辦公室之後 我會講 我們今天其實也不錯你知道嗎 今天也有幾檔 這些都漲停耶 我幫你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不過有些是延續 因為強勢股就是去漲啊 對 六八十 十檔漲停耶 然後其他也都表現不錯 你看五趴以上有這麼多 讚讚讚 對 還不錯上個禮拜 然後同學很有趣 這是訂閱同學 然後因為他剛加入 他搞不清楚我們在幹嘛對不對 然後他說 老師你選股選得很好 可是我都來不及 一檔都沒買 對 一檔他都不知道在幹嘛 他只能像這個圖一樣啊 坐在窗口 說你好厲害 不過因為剛加入沒幾天 對對對 不過慢慢適應 適應這個節奏 沒關係他先看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大盤 今天的狀況 好 那我們大盤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其實是很困難的 就是說在解盤上是有一點難度 難度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從這個六月 什麼七月底開始到現在 他其實一直維持在一個 如果你用比較寬鬆的 他是相形整理 小小的也 對 小相形整理 好 不大 對 那如果你用一個比較 更嚴謹的看法 如何連通今天 他是一個上升三角形的收斂 對 那所以說 那不管是我們講說 都是個小相形區間 或是上升三角形 那他都是盤整 對 那所以盤整區間 就是沒有一個方向 對 就沒有方向性 所以說只能 好好認真選個股 就是說沒有辦法說 所有的股票全面性都上漲 但是很不小心 你選的個股 就全面上漲 我跟同學 對 我跟同學說這個是 除了用工之外 還要做點善事 這何時無這樣子 對 非常好做善事 好 那所以說我們說 大盤的話還在盤整 可是我們從很早之前 兩週前 我們是中性偏多 可是我到上個禮拜 尾巴到週末 我又覺得好像有點 一半一半 可是今天又中性偏多 所以我們是一直在 多空大距中間 對 因為他一直沒有 給我個方向出來 所以說我們覺得還是 不能掉以輕心 不是說 現在好像 看起來很多股票都漲 就覺得好像沒事 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甚至不排除說有一天 他突破 會變假突破 不是不是 會有一天一日行情 假突破 不排除可能 你說可能過高之後 立刻拉回的意思 對 沒錯 因為現在齁 大家壓抑太多天了 所以說很容易 那一天突破 很容易創高壓回 對對 那創高 等很久 對 所以創高突破那天 不要追 你不要急著去 第一次創高 對 你要不要等他整理個幾天 確認好 穩了 那我們要加碼 再來加碼 不要那麼急 好 那我們看貴買 到底今天強不強 我也不知道貴買今天強不強 我還沒看 其實普通耶 那真的我們真的 我只能說真的是 選股選的還 有做好事我知道 對 對 不是 這是老洋賣瓜 吃白吃瓜 選的還不錯 還不錯 好 那我們這個 貴買跟家犬很像 它都是在一個 上升三角形的結構 其實也不錯 其實也還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等吧 等這個趨勢正式出來 再來做加碼 現在還一樣 現在還是做多 只是我的部位 我們盡量就是 控制三四成左右 最多不超過五成 對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重點 還是要一直強調 不要放空 這個時候你放空 還沒有到放空的時候 你會很可怕 我知道很多人已經被搞到幾八糟 因為每天都有人在問我放空 對 但朋友啊 我有一些 老朋友都在問 我說這個時候你放空 其實是給自己找麻煩 對 很辛苦 OK 那我們接著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 幾個事情跟大家 報告一下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 開放的群組 那同學還是持續有在加進來 那就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熱鬧 對 雖然我們這個群組 是免費的 那我們還是要 因為我們訂閱有付費 我們還是有點區隔 可是我們這個免費社群 也是比照付費的水準在經營 所以說相信大家進去裡面 還是有一些收穫 那增加速度很快 現在已經突破一千五了 好快喔 兩個禮拜 對 超快的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禮拜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這個分享會 那分享會 我們這個禮拜 會幫大家加碼一個東西 好 就是這個 我們說 8046南電 南電是我們訂閱 從四月底 開始訂閱到現在 那長了一倍 我們每個禮拜都追 中間我們曾經有把它賣掉過 當初後來有把它追回來 那我們要跟你 我們那個 什麼 分享會要跟你加碼什麼東西 不是加碼這一檔 各位 沒什麼要加碼 因為一倍了 重點是要加碼教學 教學說 他到底是怎麼上去怎麼 我們教你怎麼看轉折 當時候怎麼找到他的 還有什麼時候賣掉他的 那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還有就是他的目標價 一個經典案例 對一個經典案例 所以我說不是技術面 就不能賺大錢 是可以的 你還是可以賺一倍 只是說中間過程 你是有賣有買 對 那會做調節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月的這個專題班 那這個專題班的話 就是8月23號 就是這個禮拜天的 那一樣 我們那個到時候 就是四天而已 好不好 大家要幫我們趕快 那這是不錯 不過同學可能被嚇到 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的實體 被你威脅到 不是我威脅 我是真的聽你 那個實體班已經報 教室真的幾乎滿了 所以我們後來去跟他換了一個 比上次大一點點的教室 可是也沒有多很多 大概也不過多個十個位置而已 所以說如果你要報實體班 也要快 不然直播班也是來 因為剩四天而已 我們老闆安妮說真的就是截止 不收不加收 不加收 就是禮拜四六點關門就結束了 好不然講義很難處理 好 那我同學問我說 老師那個我們訂閱 跟直播 到底有什麼差別 訂閱跟課程 我們不是 就是我上課就好啦 我為什麼要訂閱呢 或者是反過來 我只要訂閱就好 我不要上課 當然這個都可以 這沒有強制性 但是我想說用烹飪煮飯這件事 就是來比喻一下 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就是說 我們在煮飯料理就是要做 玉琴會煮飯嗎 我會啊 真的嗎 泡麵水餃之類的 好 那我說 其實院商就是說 我們說我們在做股票 就很像在料理倒菜 就要把一道菜煮好 可是 要把一道菜煮好 有兩個關鍵 就是一個要有好的食材嘛 對不對 一個要有好的廚藝嘛 那我覺得 我們的訂閱 就是在給你好的食材 對 那如果你自己 稍微會一點點廚藝的話 那你基本上 當料理出來的不會太離譜 好 那那個上課是什麼 上課就很像在教你廚藝 怎麼樣煮好 火候要怎麼弄啊 所以說 我們兩個課程 事實上我在規劃這個 兩個訂閱跟課程的時候是 讓它是互補性的啦 哎呦 老師你好會舉例喔 一聽就懂了 連你都懂了 真的 OK 大概這樣 那我們說做這個料理 就跟股票真的很像 就是說 我們說你可以不會到 你不用煮得出神度的話 不用煮得像五星級大廚 煮這麼厲害 可是你不能糖鹽不分啊 對 對不對 那你不能蔥蒜不分 蔥跟蒜 對 不要一下來就燒焦 對 所以說那你不用煮大菜 沒關係 至少你還會煎個蛋 煮個水餃 那個什麼炒個青菜要灰啊 那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 先以這樣為初步的目標來達到這樣 好的 好 那再一樣倒數四天再提醒一下大家 好 那訂閱我就不多說 大家就謝謝大家支持 那我們這個就是從那個 最早的時候 我們就是今天的 今天最即時的 我們剛剛兩點十分 在做準備資料的時候 那還不錯還蠻多的 那也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訂閱從四月底開播到現在 大概三 四個多月 對對 那我們一開始從五十個 一百個兩百個 快要三百人 對快要三百個人 那我們三百人 給大家準備一個影音訂閱專屬分享會 只有給訂閱的人才可以參加 對 那當然中南部就沒辦法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把這個分享會的內容 放到影音訂閱的內容 對 那重點說 這個分享會到底要幹嘛 就是說 當然一方面是回饋大家說 這個沒有額外收費 但是只限會員 但是重點說 這個主要的內容 其實還是搭配說 你訂閱了之後 那你怎麼去使用這個訂閱的內容 能夠讓你的 讓你的交易績效 跟你的一些使用上 能夠達到更好的效果 我們希望去加強這一塊 不然有些同學 可能訂閱之後 可能一個兩個 他覺得內容是OK的 可是不太會用 對 那我們這部分 用這個 很可惜啊 對很可惜 有個龍蝦不會煮啊 對 太可惜了 哇你比喻真的太棒了 沒錯 選你的選你的 OK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個股時間了 我們會優先從有分享的同學 來請老師解析一下 技術面怎麼看 那我們第一檔呢 是6598的ABC 生技股 好 那這個之前是大標股 它上市規則 很會衝 好衝很快 好那衝到高點 其實這檔算是 當時候是不錯的 我說不錯的不是說 它很厲害的是說 它是緩碟型的 它沒有像合一或者是那些 它是基碟 所以說它吃上你 是跑得掉的 所以你看高檔量說 就可以減碼 對 五日線十日線死亡交叉 其實就走掉了 哇其實兩次都是走的時間 對 甚至二十日線跌破銷 也能走啊 所以你事實上是緩跌的喔 所以說 走得了 理論上你只要 不像合一這樣 對你只要不追高 然後願意看基本的技術分析 你是有機會跑得掉的 好 那事情已經進展到這個地方來了 那 對都已經到這邊 好 那如果我還有的怎麼辦 還有 到這邊你就先忍耐一下 因為你看 它現在變成一個鄉情區間 很明確 而且不只它喔 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合一 還有什麼 那個姓輝 是姓輝嗎 忘記名字了 天國一輝 對對忘記它的全名 反正那幾檔 他們都在盤整了 對 所以說大概生計股 暫時上是在鄉情整理區間 只是鄉情整理大跟小 那當然鄉情區間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區間操作 你為什麼 對 但是這種東西 我建議你不要這樣做 不然有一點破底 又跌停來不及 所以這檔 給幾個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你沒有了 當然我也不建議你參加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要 你真的 做不好捉摸 對對對 第二個是如果你有的 我建議你到這邊稍微忍耐 那如果有到高點 你可以適度的做調節 來回做加差這樣子 好 了解 那第二個檔是 2456的奇力心 怎麼樣 請問我們有什麼要調整的嗎 可以舉牌子 好 其實這不錯 其實這檔是我們 不知道是不是訂閱同學問的 好 那這個的話是 它已經 有短多變中多 而且站上年限 短多變中多了 對對對 怎麼看 對 因為它已經站上年限 尤其又底型完成 可是因為這邊到這裡 其實短線目標價 稍微到了 OK 對 那這檔的缺點是在於說 這裡是不是底 看得出來嗎 看得到嗎 感覺像是 是的 W底 對 上面又有個頭 頭又比較小 對 是不是沒錯 按照我們過去觀點我們說 它應該是會上去 對 可是就算它會上去 我也不 我認為它是會上去 可是變成說 它這種底 是不能估目標價的 因為底型不能過前高 這是基本原則 所以說 它不是不會長 而是我沒有辦法用目標價 的估算法 好 那所以到現在 我們只能用一個比較 保守的方式 就是說好 這是齊形對不對 往下抓 那我們這個 技術面的滿足點 大概 數下個照 一 二 三 三個半 一 二 三 三個半 它可能先抓到這邊 那一段一段做 這樣子 對 這個是老師從技術面來計算 它的可能達到的 漲幅滿足點 給大家參考 好 第三個是 8163的答方 好 這個雖然還沒有 看起來 感覺強不強 普通 對 這幾天都在盤整 對 可是你仔細看 你看還原可以先看 它已經創高 對 它是過高 所以說你稍微還原 我們現在好 因為剛剛除全期 現在除全期 現在除全期忘記了對不對 七八月七八九月都是 就是說 最近的話你要稍微 我們剛好一推廣一下 我們那個 這禮拜的專題班 就在教這個東西 教你怎麼去 在除全期期間 對 除全期缺口 怎麼去應應它 對 那像它而且它算 這就是學料理 對 學廚藝 學廚藝 那你看它雖然說 沒有立刻填全期 可是你看它 也算有填掉了 對 填掉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也還可以 好 它應該除了多少 除兩塊多 三塊 因為它缺口不小 不小 對 所以說有七八趴 所以花點時間填掉 那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短線翻多籌碼也轉強 所以 按理說它是有機會 往上走的 但只是說它是沒辦法估目標價 OK 這檔贏在哪裡 贏在機器夠低 對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 會是有潛力 但只是說目標價 暫時沒辦法估算得出來 這樣子 好的 第三檔呢 是非常多 今天好多同學來問的 2368的金像電 這也是老師追蹤很久的目標 那這檔好 OK 其實我們最早說四月前後 我們就開始追蹤它 對 老師就一直說長線看好 對 那我們買進 中間曾經有賣 到好像這邊 還是這邊賣掉 賣掉之後我們到這邊 才要追回來 所以我們是分兩段操作的 對 但是目前就已經到這裡來了 那我建議說 你沒有的就看戲就好了 看戲 坐在旁邊看 對 這檔金像電跟南電其實很像 他們當時候都是我們那時候認為 長線很好的個股 好 那因為現在已經底型 你知道嗎 今年好多種股票 我都以前在以前的思維 20年30年大底 很難成功 因為時間打太長了 好 可是那這真的成功了 而且他們都已經到 波段的目標價了 對 所以說 這邊的話 我建議說 再到這個地方 至少短線上不要急著最高 你有的續報我覺得還OK 因為已經到我們能夠估算的臨界點了 大概這樣 而且他已經有指標 稍微背離的現象 所以這個短線上 續報觀察就好了 不要追高 我這個留言看不到前面的 好 今天呢 對 還有 我們下一檔是6446 這是陳同學 楊同學好多人問 要不要他之前這邊到高點 這邊有點類似假突破現象 好 這就是盤整區 好 盤整區上去之後 站不穩 然後後來就跌回來這個地方 好 那跌回來這邊 長黑跌破 好 跌破之後就轉 而且他沒有除旋席 他到現在都沒有除旋席 好 那他是弱勢啦 但是到底支撐夠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因為他目前的話 已經到了這個年限半年限附近 然後這個前低的支撐 好 所以我們可以下一個很明確的例 就是這裡是他很最重要的臨界點 就是到這裡千萬不能再跌破 因為這裡一跌破 下去就會到很後面 所以有的同學要非常小心 所以說這裡要盯很緊 那就是有跌破現象 那你說目前到底會不會跌破 所以看他弱啦 可是感覺稍微有點在撐 所以這邊就只能夠每天看了 這邊就要盯緊一點 好的 下一檔是3163的波羅威 好 波羅威的話 他雖然他是比較盤整上工型的 那二十字線上揚 然後整個是多方 那短線轉弱這樣子 好 那他 其實他之前有點指標背離的現象 但籌碼上還可以 所以說他現在短線整理完 暫時還不明了 因為他這個屬於沒有 我看一下幾幾 好 如果你比較樂觀的人 當時我有看這個東西 就是我認為他這個底是存在的 那他現在剛好是不是卡到這個前高 前高就會有一點壓力 所以說他前高如果能夠過 他其實還會有往上的可能性 可是就必須過高 如果不過高可能就會卡在這邊 就結束了 好 所以林同學可能要注意這個 過高的這個點位 那他到底有沒有這個潛力過高 我覺得七分啦 七成啦 還沒有到很有把握 但我覺得有點機會可以觀察 好的 那下一檔是那個 六二二三的旺溪 好 旺溪這個也是我們曾經 那個訂閱的個股 那我們那時候說 其實到這邊已經偏高了 那偏高之後 他就已經轉落 這邊跌破五日線 五日線下彎 跌破十日線 十日線下彎 現在又跌破二十日線 可是還好是二十日線還沒下彎 好 那還沒下彎 但是籌碼都已經先轉落 轉落 而且他高檔指標背離過 那現在比較不好是說 他已經有一點瀕臨坐頭的狀態 所以這個前滴是很重要的觀察 就是一二二左右 他如果這邊跌破 他就會形成技術面的這個頭肩底 對 那就會再往下修的可能性 就會比較大 因為他籌碼 他因為真的是高檔有爆過量 那高檔爆量之後 表示有人出貨了 那出貨之後就修正 所以現在我覺得能守就很好了 能守在這個一二二附近 再撐一下 如果說有一天不小心跌破要小心 他就還有續跌的風險 好 蝦同學 那個你的留言真的被吃掉了 謝謝你再次留言 2303的聯電 再請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好 聯電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不是很厲害嗎 衝好幾乎 那個時候掌停什麼 聯發哥 不是聯發哥 台積電掌停 他會拿掌停 我說這種掌停不要急著追 那主要是說 為什麼跟你說不要追 因為我們到這裡 我們先把那個恢復一下 好 先清空 他已經到 他已經到了我們 這麼這個 很對 用你很長期思維的前 不是這個 應該是鑽住 對應該到一個 波段的高點的附近 所以說他到這裡 一定會有遇到壓力 壓力 就要整理 對 但是我覺得 如果 這當然要前提要看到 看我們指數到底撐多久 如果指數還能上攻 我覺得他就還有機會 對 因為如果你抓一個最淺的底型 即便抓一個這麼淺的底型 對 他其實都還沒走完 對 它是有中長多的結構的 好 只是說 目前短線真的過 再來就是正乖比過大 你要記住這種全值股 漲停 或者漲到5%以上 連三天的都不要追 都不要追 因為這種要很多錢 你知道嗎 對 才能拱上去 要很多錢推上去 對 他都已經花了這種 市場上的錢幾乎全買了 才是這樣子 好 所以短線轉肉 就稍微等待一下 如果你真的對他有興趣 你可以看一個指標很單純 就是看KD 看KD 對 如果以這一檔 不是每一次喔 現在的這一檔可以這樣用 好喔 給蕭同學參考囉 那我們下一檔是2206的三陽工業 好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訂閱的同學 好 那這檔我對個人 對他有一點期待性 好 那期待性是什麼地方 因為他這裡你看 底型這麼大 我們看這邊 好 底型在這邊喔 好 這邊 好 底型 好 所以他有一天 如果真的突破了 哇 那上去很不得了耶 可是問題是現在 就是又卡在這個重要壓力區的地方 那能不能過現在其實還不好判斷 對 還需要再觀察一陣子 但是我個人覺得有七成機會是會上去 對 所以你不要在這個壓力區之前 急著去壓多空 你最多只能試單 對 那等到真的有像 現在是一個重要的對位 對 等到正下 今天好像疑似要突破啦 可是還沒有真的過 那到時候再來觀察這樣子 好喔 那下一檔 6239的歷程 也是有分享的同學 好 這個這檔 很多人問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同一個人 對 你看這個線都還在 對 這是不是 什麼 大M 對 你也都會看 長黑斷破 對 警線 所以就蓄跌 好 然後昨天才有個同學 我朋友問我 他說這檔怎麼辦 他說什麼看到一個什麼 好像什麼除全喜不錯啊 不知道他跟我講一對我都沒有在聽 那我說這個短線有機會反彈 可是反彈完到壓力區 不知道十字線或這邊不知道 或者是近線 他應該還會再跌 對 因為這個頭真的太扎實了 說不定同學 對 問的同學是做空呢 對 是是是 如果做空就OK 那你看籌碼到這邊急速轉弱耶 高檔 你會發現 高檔盤頭 只有籌碼整個轉弱 這種是很危險的現象 真的 表示法人都會跑啊 對 那你也不跟著跑 是是是 很辛苦喔 對 就要小心一點 而且發現我說 你比較每次都看法人 研究報告出什麼你就聽什麼 比如說今天南店不是爆好幾個 他們喊多少 好像喊到兩百多塊啊 對 那我說那時候很多股票股王 說什麼幾千塊 然後喊到兩三倍價錢 通常喊的時候都讓他們出貨的意思 所以你要不要每次 你要看他們在做什麼 而不是他講了什麼 講了什麼 對 對啊 你看老公也是這樣對不對 不是 不是 選老女朋友也是看會不會 是是是 做了什麼比較重要 好 下一檔是6426的統心 好 統心就還在相信 這個就中性 沒有什麼 不多不空 然後對就是相信整理這樣 好 我們講過說在我們 好像 現在幾月現在八月 好像是四五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講過說 我們相信整理的股票 基本上有兩種策略 如果說你的整理區間是3%到5% 很小 那總之直接放棄啊 不用看了 可是如果你的箱形整理區間超過15% 這麼大 超過啦 有啊這個就有啦 你看 130到155嘛 稍微有一點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想 還是不死心想賺他的錢 你就用KD操作 對 在區間 那像這個還不夠 這個可能才15 10到15之間 如果能夠15到20之間的話 你用KD黃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其實是行得通的 他來做這個交易 對我們參數跑掉 我把它改一下 好 933 好 有沒有 我們來示範一遍給你看 你看 這邊是不是KD死亡交叉 而且跌落後的區 所以這不賣掉嗎 然後KD黃金交叉 但是他走的比較弱 所以這邊可能就失敗 好 可是這邊重新黃金交叉 然後到這邊賣掉 這邊買進 這邊賣掉 這邊買進 這邊賣掉 就會有幾個小波段可以做 可是這樣還是很累啦 我個人是不做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檔很好 你可以這樣子參考看看 好的 那我們下一檔是 3289的伊特 好 伊特這個我們之前這個 也是訂閱的個股 好那我們那個 那時候說 他的第一段目標價就是到這裡 土豆還在 第一這個 就是到最高剛好 插幾腳 然後就到了 好完成之後就轉弱修正 好轉弱修正到現在 雖然看起來他很弱對不對 可是其實有很多 如果你長期看 其實還沒啦 他只是整理型態很長而已 對 那他籌碼上就跟著整理 但是他該手的支撐都有守住 那現在已經整理夠久了 已經到了 而且到季線位置了 那這個就只能 還在盤整嘛 那我們就等盤整 真的有效突破 保守一點這邊突破 是一個發動訊號 安全一點應該要等過高 OK 大概這兩個段落 好喔 下一檔是2609的陽明 好 其實這同學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訂閱的同學 這個是我們上週 你有選到的 對我們上週 而且我們是這一根 應該是這邊 不用我們是這邊 就講到了 站上連線 第一根 對沒錯 那個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們昨天不是說 上週有分享 會給同學三個彩蛋 對 好像我不知道放陽明 還是放長榮吧 有放這一檔 反正總之都是今天長大長的 好 那長長長長到這邊的話 因為這個底型 這個是頭肩底對不對 對 然後上來到這邊 其實已經到前高附近 所以其實他已經快要到 波段的滿足點了 所以像這個的話就是 大概是續報 但是不要在這裡追 尤其他正乖裡已經偏大 我覺得他應該會用還長的方式 直接長到結束 9點 對 我覺得前高 大概是技術面的滿足點 我從哪邊好 因為這個可能 我從請一遍再來一遍好了 好 好 航運 航運 對 航運還能買嗎 好 我們如果看他底型是這一段 對 好 我回去再補個圖 因為我現在看他有點不是那麼圖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對 這樣會變成過高 過高 對就不太適合 所以我這個景線我再修一下 這我現在回去再抓好 那老師我可以這裡加碼問一下長榮嗎 好 一樣是航運 可以 個人要問是不是 不是 我想說他們航運是不是可以做 好 邏輯上是通的啦 他們是同步的 對我想說看同類 會同起同落 所以如果你會發現說好 長榮 楊敏市長那邊嘛 那我們長榮到這裡 相對位階比較低 對 那我覺得他上去反而空間還稍微有一點 對就比較還比較穩一些些 好 那籌碼也還OK 但他們短線都過熱了 短線過熱 所以像長榮你可以先看這個前高附近 前高壓力區15.78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個短壓 稍微留意一下 我想說航運最近比較熱一點 對 所以現在是還可以看就對了 我覺得還OK啦 但是短線過熱已經很熱了 那短線過熱的這種操作方法是等 短線過熱當然第一個就是沒有的不能追 對 那第二個是你有的續報或小檢碼 OK 對 但是又有機會 那怎麼 就是小檢碼 對 轉牆續公再來買就好了 OK 好謝謝老師的提醒 那我們下一檔是2367的樣華 好 這個同學一直很堅定喔 最近 這個應該同一個人問很久了 好 三個兩個月過去了 對 這是我講的資金的一個 像我自己 我如果買了一檔股票 除非我有很強大的理由 否則的話 只要一個月不動 我就是放棄 你就放棄了 對 因為你會有一個資金的有效性的問題 你要讓錢流動嘛 你把這邊 你不是措施很多機會嗎 對 我那天上禮拜上分享 或者說 你虧了一百萬 可以賺回來 可是你如果浪費了十年 你追得回來嗎 就沒機會了 時間很珍貴 其實時間比錢還珍貴 懂我意思嗎 我懂我懂 好 那我們再來幾檔 3231的韋創 好 韋創我還是個人覺得他不錯 因為他 其實他是除權洗後轉入 當然符合今年很多股票的現況 但是 他這個是很狹撫三角收斂 我覺得他就快要到 你看這麼扁 有沒有 這麼糾結 應該快要出去了 那 而且他在整理過程中 你看法人籌碼是越來越強 對法人一直還是 外資 你看不管是外資投信怎樣 資金商沒有 外資投信一直都在加碼 所以理論上 他整理完應該是往上走 還有機會 對 但是沒突破錢就等 對 除非你現在拼一張試單 你要買一百張先買一張 好少喔一百分之一 不是 就是試一點點 關心他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老師 你還在 已經時間到了 那我們再來兩檔好不好 6153的加聯益 好 6153這樣 好 這個還是在盤整 那這個盤好久好久了 那他一在做一個是 那個什麼 頭肩底很大 那籌碼慢慢有轉好了 但是還沒有到很強 不過我覺得可以稍微注意 因為他其實算是 三日內填權期的股票 很強 對他是 但是那是因為他是盤整 但是我覺得他短線 中期還沒發動 所以稍微再等一下 好喔 蕭同學你的加聯益 對 那再一個是2481 真的嗎 蕭加方我比較少看到 好蕭茂 我說剛剛加聯益 是股票 股票是老面孔 同學我不知道 同學你比較認識 好 那蕭茂那天同學很貪心 你知道嗎 因為這也是很戲劇性 我記得在這個突破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同 也有提醒他突破 欸突破喔 我們倒帶一下好了 突破 對吧 帶一樣突破整個都對嘛對不對 好然後籌碼 相形 突破 好重點是這個什麼 我們看喜歡他的聲音 是一個很大的底型啊 對 所以整個幾乎是完美到爆炸 這樣滿好搭 很好對不對 好但是比較 就很戲劇性是他隔天 也OK 隔天 就到這裡了 然後隔天 天啊 我是不是要停審 開始懷疑人生 對對對 可是我跟同學說 你要堅持一下 因為我們在說 停損機制的建立 在重要支撐的附近 你要多觀察一兩天 不要這麼早放棄他 尤其他跌的幅度不大 第二個事情是 他已經接近 重要的二十字線支撐了 所以你要給他一點寬限的期間 如果同學有訂閱 應該有聽到我講這一段 好 那我就說 昨天還有人在問 我就說 再堅定一下好了 對 好 營向春天 終於又活過來了 所以這邊是不是變成 是個假跌破 對 其實他也不算假跌破 他只是說 他震盪區間比較大而已 他也不算說假跌破 好 那所以說今天轉 我希望說法蘭 如果今天籌碼也轉強 那就很好 對 那應該就有機會再往上走 好喔 那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檔 黃雪兒問了 1457的遺境 好 這個不錯喔 今天問了那麼多 大概 除了我問的之外 除了我們 剛剛講我們自己有觀察的之外 就看起來這些檔是不錯的 黃雪兒說不定買很多 對 好 那他比較 恭喜 有點小風險說 他這邊是盤整區 那現在衝上去在這裡 所以有可能會遇到壓力嗎 他已經在壓力區間了 對 有補量 所以我覺得他只要 他如果能夠衝過錢高 14塊多 這個地方 他還會有機會 可是我認為不會立刻過 為什麼 因為你看 我閉著眼睛就知道正乖禮肯定擴大 來 大到 沒有很大 不過他的股性不是很活潑 所以到這邊已經算大了 10附近就偏大 今天沒有今天7而已 明天再一根就10了 所以說他明天一定會去 理論上會續長 那續長就會容易休息 所以這個地方 明天續長不要急著追 那等到他整理完之後再來看 籌碼是不是仍然穩定 如果說能夠再強一些些的話 應該就會有機會再往上走 可是明天記住不要追 而且他很容易開高走低 因為他已經連三天爆大量 好 那給黃雪兒參考 那我把今天我們解析的幾檔股票 股名稍微念一下 如果同學沒有看到 可以回放 來看一下 第一檔是ABC 奇力星 達方 金像電 旺系 波羅威 聯電 立成 宜特 耀華 耀華藥 三陽工業 統心 金源電 陽明 宜靜 嘉聯益 偽創 跟強茂 哇老師你今天講解析好多檔 OK 19檔 好 那如果啊 除了這邊沒有問完 就是問的不過癮 那老師有一個免費的LINE群組 是 市市都有開放 也有開放過 我們一樣我們禮拜四會開放 是禮拜四 因為我們人比較多 所以說我們大概是每五百人會多十檔 因為這裡已經是一千五百人 所以我們也會有三十檔 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 對對我們每個禮拜四會開放 就是這個群組大家可以 一樣可以再加 我們再宣導一次 這個群組可以 好 這個就會加進去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禮拜四的分享會 禮拜四 那這個禮拜四我們會跟大家教學說 我們這個南店 當時是怎麼從最低級找到他的 然後當中的買賣的轉折點的教學 是怎麼做的 對加碼一個 跟我們上禮拜的不一樣的課程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我們的專題班 那目前的話 實體的課的人應該剩不到十位 實體如果你想台北同學想要報現場 還可以再報 上禮拜可能剛好滿了 我們有換一下 所以才有一點額度 還換了場地 對 可以再多補幾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那個在直播的畫面 左下角大家有看到一個跳的箭頭 就是老師的訂閱服務 如果大家有興趣喔 在訂閱裡面 老師也會提供影音的解盤 大盤的部分 還有老師看好的個股 他技術面怎麼看 他的滿足點怎麼抓 都會在這個影音裡面 然後老師也會提供那個文章的部分 教學的部分 然後還有提供本週看好的股票 這樣子技術面有突破的 老師會來提醒大家 好 歡迎大家有同學有興趣 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或者是在留言的部分喔 或者是打25108888 打電話最快了 下次用Leak把它寫在這裡 下次誰就會寄起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下課了 下禮拜一的下午三點半見囉 謝謝大家 拜拜